介绍如何安装我们刚刚拆箱的各种配件设备 这是一台没有装上激光管及其他配件的激光雕刻机 这个是与激光管配套的CW5000轮水机 这个是吹气用的气泵 这个是永利牌A2激光管80瓦 这个是连接风机所需要的风管 装在这个位置 这个是工具箱 您在安装时所需要的工具都可以在里面找到 这个是风机 这些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所有设备了 打开机器的后盖 从盒中取出激光管 这里需要注意 左侧为低压异端使出水口 右侧为高压异端为进水口 放置时应将高压异端及红色放在左边 低压异端放置在右边 注意轻拿轻放 建议支撑位置 建议支撑位置应当放在激光管的支架上 然后用白色的固定带粘贴固定 激光管右侧低压异端 把螺丝卸开 将激光电源的低压线及黑线 与激光管的低压异端向连接 拧紧螺丝 将激光管左侧的高压异端 螺丝卸开 然后把激光电源的高压线及红线 与之相连 用螺丝固定 盖好保护套 连接电源之后 我们需要连接进出水管 右侧低压异端是出水管 应当插在右侧的插口上 左侧高压异端应当是进水口 应该插在插口的左侧 然后连接冷水机 冷水机的出水口 应当插在机器的B1口上 冷水机的进水口 应当插在机器的A1口上 打开机器的侧盖 取出水保护线 将保护线下身 引出机器 然后与冷水机相连 将冷水机接上电源 冷水机可以开始工作 将风管接在机器的出风口位置 拧紧螺丝固定 然后将另一端接在风机位置 连接气泵 用气管把气泵和机器的进气口相连 此刻